酸菜白肉锅的好朋友炸丸子DIY 这个念案又要到了 家庭主妇主妇都准备动起来 北方人的年夜饭桌上 勺不了的酸菜白肉锅 今天一节带你到木炸 造30年老字号的成家小馆主厨 教你做这酸菜白肉锅里必备的炸丸子 首先先准备狭心猪脚肉 豆腐 面粉 鸡蛋 葱花 胡椒 盐跟香油 把香油里外的所有食材 放入那大缸盆那稍微的拌匀 再加入香油继续搅拌 再炸 炸好上再拍打 把里面的空气给打出来 打到这样抓起来 看它补打会掉下来 看它的粘臭度就够了 这样就OK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上油锅去炸 起油锅加热到七八分后转小火 接着将那适量的肉泥 抓在手中从糊口挤出了圆形下锅 下煮这次要炸的量才转大火 稍微搅拌一下 避免丸子太团结了 炸到这样表面金黄香酥 这炸丸子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一姐就在这里老实招了 这刚炸好的丸子这么香 我是给它偷吃了好几颗啊 在煮到这个酸白锅里啊 吸饱了汤汁 又是不一样的美味呢 快点在家试试看吧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